最後入閘 恆進寶區 全部馬不準備妥當六場四班 1400米賽事 8號發明小子大二門 11號發明達人退出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海船升江 恆進寶區踏雪無恆穩穩 現在中間第三位那隻 在外面還有一隻發明小子 黑衣服的四隻馬在前面放 第五位外面還有一隻超旺右搶 最出六疊 海南一號刀場 再見到中間海船升江 拖著黑衣服還有步步得 最出明目張膽 藍雪山 內蘭尾四就是這隻辣得寶 馬嵐後面彈球上鋪 全勝姿態包裝 最後就是那隻哈哈奇妙 過800米斷柱前面超旺放頭 上次是後上的 跟著第二位見到外面海南一號 內蘭第三搭雪無恆 中檔第四位黑衣服 紅眼罩發明小子 外面位置還有明目張膽走 外面步步得 黑衣服也上一點 跟著後面上還有藍雪山 內蘭行進寶區紫色頭罩 馬嵐中間海船升江外面 全勝姿態 尾三是彈球上鋪 後面是辣得寶那些馬 進正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是海南一號 見到外面追上來 有明目張膽 最出位置是步步得 在外面等位行進寶區馬嵐後面 還有搭雪無恆海船升江的馬 最出上來全勝姿態 最後百多米 見到透出的馬是這隻行進寶區 打兩邊 折離了兩個身位 都有機會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海南一號 第三名海船升江 第四名搭雪無恆 結果這隻行進寶區 跑日馬沙田 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別 不過這馬贏的姿態 比起想像中輕鬆得多 跑第二名海南一號 沒有來沒有去 你們都過不了 海船升江第三 第四搭雪無恆 行進寶區 贏得相當輕鬆 臨尾有十一倍 海南一號 跑第二 海船升江 都塞了一大輪 跑第三 第四搭雪無恆 過千元 結果樓歪點 業務不見了 走從邊線買進來 在菊草拿完經驗之後 回來填草 一樣都可以贏 海南一號 看預計派彩 跑第一名是六號行進寶區 獨贏派一百一十三元 為止派二十九個半 跑第二名是三號海南一號 為止派四十三個半 跑第三名七號海船升光 為止派二十五號 連贏位三答六 派一千一百二十八個半 三門彩 六號三號七號 派一萬四千六百三十三元 單支派二千三百四十元 為止派三答六派二百四十八元 六答七派一百三十九元 三答七派一百八十二元 跑第四名是四號的搭雪無恆 組合讀人三選一 勝出組合A3其他冷門 派二十九個半 勞尋為元 繼續決定皇席 又贏 剛剛星期三 日爆冷 梁家俊議員 B 紅衣醒神 C 陸勇士 D 合作愈發 有心水的朋友不妨去到 www.hkraisinglive.com 去投票 那場 陸勇士就冷一點 但是這隻馬 挺準備好 看看大家會不會 這隻半冷門 四年晚派2,328元 因為熱就一定在紅衣那裡 紅衣醒神 四重彩派59,101元 蘇惠然拍絕梁家俊 桂萊是第一次合作 就贏馬了 都跑到下半季了 會不會因為這樣 加強合作 對 梁家俊議員 看21場 好嗎 看他怎麼跑 答保吳騎又換來十幾倍 積極的 其實早段 紫眼罩、紫臉枯 跟在前面 然後中間騎就是那隻 踏樹無人 開面眼妹打邊 對啊 就是用之前跑得好的跑法 輕放一點 中間發明小指 紅眼罩 然後超旺力騎上來 這個就是賽前最難猜的 那麼 回到第三層 看到中間海船聲光 入面行進寶 然後補得黑衣 最外面是明目張膽 明目張膽 後面那隻藍雪山掃進去 我們看到那隻全勝姿態 然後綠紅衣 那隻彈球上步 起步慢了 特寶在內蘭的位置 包住了美黑黑奇妙 前面 會不會發明小指 這個位置很漂亮 嗯 但是進去直路騎 又沒有 直前不考 前面又是看到黃浩南 拍攝蔣家琪 相信將來都經常會看到這樣的鏡頭 那就是19磅 它又不斷 終止被它硬著了 好了 海南1號 行進寶區有個漂亮的遮擋 也可以拿入面的位 他拿了韋達的位 他搶了那個位 如果他拿外面的睫毛 沒有那麼順 一拿入面就順很多 韋達臨起 因為阿妹那隻走出來 才叫做 有少少位亡胸 結果又 只能夠跑第三 踏雪無恆 看到兩個見習生 我都沒有走停不走 部部都是一度是威是小 但回來就不太貫注了 福榜完畢的立派採作室 位置Q36派248元 6搭7派139元 3搭7派182元 組合度贏3選1 勝出組合A3其他冷門派29.5元 4連環派2328元 4重彩派59101元 孖寶5場26場6 重正派2331.5 5場26場3 安衛長派397.5 3千5千1萬 3T派141萬3千170元 3T安衛長派34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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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還不曬 4月24日將會有113萬535元的多寶菜 分段時間,13秒68,21秒98,23秒95都是中等的補速 每段22秒61總時間,1分22秒22總時間,快於標準時間2線8